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 我们就说一说 这个 扎尼斯基有点受挫 不过说真的,可能 错错一下 他就不错了 什么事 原来 长期以来 乌克兰一直希望 德国可以向 乌克兰提供 远射程较远的金牛座导弹 德国政府 内部支持相关动议的大有人在 应该就是伤客 就是绿党那两个岛米首星 不过 来自最新的消息就是 德国总理索尔茨已经表明了 就是 暂时 不考虑 将这款导弹纳入门屋计划 但是暂时 会不会推着你 虽然 这个执政联盟内部支持 乌克兰 得到金牛座导弹的政治家 真是好听 政治家 你看到他们 站在哪里 政治家 给他们是政治家 大有人在 就是政客 但是 德国总理索尔茨 还是力排 决定 暂时不向乌克兰提供这种软射程的导弹 而是会 继续和基库方面 商讨由 德国提供更多外国者防空系统的可能 之前多名德国部长就说 曾经 一度令到 基库 是 因为这个 基库 就很想要 我要 反正 好东西就要 亦都萌生了短期内要得到 德国金牛座导弹的这个想法 大概三个星期之前 其实多名部长 都说在军事援助 方面 德国会买出一步 都要仔细地考虑和斟酌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个 绝对不意味着德国政府的态度 是犹豫不决 他们国防部长亦都说 乌克兰 伙伴可能会感到难以理解 但是德国政府必须保持 是头脑冷静的 你看看国防部长就和索尔茨说的差不多 一般来说这些都是 每一个防部长都是谈慎的 长期以来 乌克兰方面一直敦促德国提供金牛座导弹 这种导弹 由战斗机在空中射出来 而 它是自带 喷气 制动系统 令到他们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 而且很有揣透力 乌克兰就说 他们诚心希望获得这种导弹 以便摧毁俄战区内 后勤保障系统 以及 兵器库 还有是军事基地 将俄战区内的 俄军 搞坏 那么 德国 国内要求向乌克兰提供这个 国内是指的政客 这个呼吁也是越来越高的 九月中旬 其实也有议员写上给索尔茨 到今时今刻为止索尔茨一直保持谨慎态度 他要 捱除这款导弹被用来 其实有点是很不信 你会不会吐到俄罗斯本土 以前我不信 现在我信 你觉得呢 之前都已经做了几次了 之前还没有说 大反攻 都这么重 现在大反攻这么大压力 之前又说会顺手承诺 现在他也信不过 我说真的 都是信不过 因为 这样会引领俄罗斯对德国的报复 议员写信给索尔茨也提 提及这个问题 乌克兰政府代表 他就承诺过 你信不信 之前就叫你不要吐啥 吐啥啥啥去俄罗斯本土里面一样这样做 一再向我们承诺 这款军备只是紧紧用于 俄占区的 他可以说 不小心 又或者是 他这样我们没理由还击 到时又 拿了一支道德高地的旗 说他 搞到我们怎么怎么很惨 他就说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对乌克兰说不 结果索尔茨说不 你知 这个德国政府代表就说 在西班牙格林达 举行的欧洲峰会期间 德国总理索尔茨会和扎尼斯基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会谈 这两次会议都会说这个 金牛座导弹 因为金牛座其实意大利都有份研发的 得意一起研发的 一般认为扎尼斯基 在会谈当中就会和两位 政治人物 重点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援助 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就是 会说 德国政府对一些非政治组织提供援助的问题 这些组织当然 除了是援污之外 也援助来自地中海的 一些寻求庇护人士 意大利的取向是倾向 没说 没说 这个反而没说 但是说真的 我觉得索尔茨受不了几板 以前他说不允许炮仪 主战坦克 但是他依然是 给的 另外一个国家 他 又是 出来做了一件事 他们就说考虑 派 这个 有些叫英斯 有些叫斯咒 大家知道是什么动物 就是斯咒战基 是什么国家整理就是瑞典 现在最怕就是那些所谓的盟友 推你 我给 你知道 以前索尔茨曾经说过 这些缓污 不是攀比 以前最喜欢攀比就是波兰 波兰现在就不出声 跟乌克兰关系 不一样 原来昨天 瑞典就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大约22亿 瑞典克朗 1.9亿 欧罗的装备 新的军事援助 他们也在考虑 考虑 派遣 这个 是 斯咒 战斗机 考虑 或者是英斯 或者是斯咒 这些翻译不同 原来 他们的 国防部长 榮松 在 新闻记者会上就说 我们已经 为长期 你讲到这么后 下巴轻轻 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因为 因为 现在的态势 你只是对乌克兰没信心 长期战争 他们说 有足够军备 很快搞定俄罗斯 不过 这个也是说的 他搞不定就说你不够 所以 设计可持续的 长期支持 瑞典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大部分 援助包括155毫米的 弹药和 武器系统 还有备件 瑞典还将会提供 卫星通讯设备 还有步兵 装备 并且帮乌克兰的 士兵训练 他们的国防部也说 通过 这 他们说第14 次的军事援助 原来 瑞典提供大约222亿 瑞典克朗的 装备 当然这个数字也是庞大 政府 还要求 222亿就是总共 其实都是20亿欧罗 总共 总共就是这么久以来 瑞典政府 要求瑞典军队在 11月6日之前提交一份报告 就说明向乌克兰派遣 这个战机的 条件 等等 会不会早一场戏都行 瑞典军队说不行 我没理由 我们是独立的 他说不行我就不够胆放下会金 你们夹好口供 对呀夹好口供 没错 一个说可以一个不行 这样就搞笑 是的 烏克兰飞行员已经完成了这个 这个施咒战机 叫做 初步训练 瑞典政府就说 后来他就拗一拗 说瑞典必须要成为北约成员国 哦 一定 原来魔鬼再细节在这里 他说 如果 我们不是北约成员国 我们就不可以 移交这个战机 给乌克兰 那你就把波推给埃尔多安和欧尔班 我明白 他是不是知道这个埃尔多安和欧尔班 短期内应该不会批准瑞典入北约 讲解一点 原来是这样 难怪他突然间 这么瀟灑 只有我们被加入北约 我相信这样 可能也是变相叫美国 向 我给这个战机给你 给乌克兰 拜登先生 帮我碰到土耳其和 匈牙尼 那我就给 撕袖战机给乌克兰 他们说 我们只有 被纳入 北约防务计划当中 才可以提供军备给乌克兰 如果 我们就做不了 原来是这样 其实他做了一份报告出来 就是 做了一份报告出来 就算他 国防部说得 你也要等 土耳其和匈牙尼批你入北约 你才给 那这些时间 整整一下 可能都一年半载 那 到时再给不给到呢 还有没有俄好战争呢 是不是他们也计算了 那现在讲大一点 对了 先讲大一点 不要想太多了 先讲大 是吧 这个也挺好事 我初来觉得 这么好的 原来不是 要先加入北约 其实他这个也是变相向拜登开条件 因为现在 原来 这个和民主党 几好关系的 华盛顿邮报 他们就说 说什么 这样 阿基 和我捱一年 捱一年 行不行 他上次有高官说 明年年后就可以实现他们大反攻的目标 还有一年 硬硬硬 是呀 你硬 原来华盛顿邮报就访问了两位华府的高官 华府现在在考虑进行一项 可以协助乌克兰 捱到2024年11月的大型援助计划 避免在 总统大选期间的撥款 瘦了时 是换不到污 另外一项 计划就要求 规模小一些和短期的 为了求得 这个要摆共和党人的支持 白宫官员就说 目前仍然有足够的撥款 有足够的撥款 权限 满足乌克兰的 紧急需求 慢着 紧急需求 但是他越叫越大价的时候怎么办 他开价越来越高的时候怎么办 他肯定继续开 他们也承认不知道可以维持多久 这位高级官员就和华盛顿邮报说 鑒于众议院的情况不可预测 因为 共和党人现在 他的死硬牌就说不行 政府不再寻求 原本希望纳入短期 政府融资的协议 即是 我当时也说 240亿你行不行 这个数字很大 后来他们就说 可能将他分布批 可能会肯 但是也是要等选举 为什么是一年呢 因为他等选举结果 这样 即是你 阿基 捱过我们选举就行了 阿基 撑住 阿基 撑住 撑住也行 会不会是这样 他叫馮德罗欣帮我撑住 但是馮德罗欣也有选举 馮德罗欣怎能撑住 你付钱可能容易 但是那些军地 你始终没有美国也那么多 而且那么厉害 欧盟也是 不是军事组织 是的 没错 当然其实他们现在就怕共和党 因为他们看到麦卡锡被人推了下台后 麦卡锡相对来说也算是温和 就是说他太温和 所以就麻烦了 阿基 扎尔斯基 9月去过华盛顿 曾经对 美国 可否持续援污 是表示担忧的 不过拜登当时 不过拜登可能当时都会说 你们共和党人那么狠 把自己的议仗都推倒了 可能就是没有想到这件事 拜登当时再三谱 只要乌克兰有需要 我们一定 停你到底 到底 多划算 无底心谈的底 不过 这个共和党籍 众议院的议仗麦卡锡 遭到党内强硬派 发动这个罢免而落马 在众议院选出新的议仗 其实国会立法将会 停滞不前 我觉得选出来的 如果你要死硬派 妥协的话 你肯定选过更加硬 起码被麦卡锡吃硬 对呀 现在的人就觉得你太过严了 现在共和党 对继续援污的兴趣 是大减的 反对的力度是增加 甚至成为了共和党右翼 就是这个 你究竟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真正右翼的史金石 过去最挺污的共和党 参议员 葛兰姆也说 如果民主党不愿意在重大政策上 和政府支出让步 共和党恐怕 就是难以 是继续 是 帮这个 乌乌买单 连他都这么说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看一下吧 三个共和党 总统初选最人气最劲的三个 全部都说门乌 第四到彭斯 彭斯得鬼吗 彭斯差太远 阿基又要想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 多谢各位 再见